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是渐变颜色 这个使用的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渐变工具的选项栏这里 第一个 这个呢 叫做渐变编辑器 我们怎么才能把它打开呢 就是单击一下这个颜色这里 就可以打开这个渐变编辑器 我们是在这里边去编辑这个渐变颜色等等这一系列的 那首先呢 它有一系列的预设 就是已经设置好的一直保存在你的系统中的这几个颜色 你像第一个呢 就是前景色到背景色的渐变 它呢 是根据你的实时的前景色和背景色来发生变化的 如果说你现在前景色和背景色是黑色和白色 那么它就是黑白的一个渐变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它是一个前景色到透明的渐变 那它也是跟这个前景色的实时变化相关的 第三个呢 就是黑白渐变 还有这种红绿渐变 包括紫橙渐变等等这一系列的 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自己创建这种预设 一直保存在你的系统中 好 然后我们下面呢 去随便找一个啊 比如说红绿的渐变 咱们来看一下下面这里 它有一个渐变条 首先有这四个滑块 下面的这两个滑块呢 是控制颜色的 啊 控制颜色的 你像我们双击其中的一个滑块啊 它现在不是红色吗 我们可以给它去改成蓝色 改成蓝色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滑块 这个滑块它现在是绿色 对吧 好 双击这个滑块呢 我们可以给它改成其他的颜色 比如说改成青色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蓝色到青色的一个渐变啊 这是下面两个滑块去控制颜色 上面两个滑块呢 是控制不透明度的 比如说我们把青色的不透明度降到0 你会发现这边是不是就变透明了 对吧 这是啊 就是蓝色到透明的一个渐变了 OK 我在这里呢 给它还是还原成百分百 之后我们来看啊 除了这有这四个滑块之外 我们还可以去添加滑块 怎么去添加呢 咱们直接把鼠标放在下方这里 它会出现一个小抓手 出现小抓手的时候呢 鼠标所见单击 它就可以复制啊 就是你刚刚不是点击的这个绿色的嘛 所以它就会复制这个滑块 然后呢 我们去双击 可以改颜色 比如说咱们还是改一个 蓝紫色 改一个蓝紫色 然后呢 你还可以去移动它的位置 对吧 之后我们再在这里单击 它是不是又复制一个 双击还可以去改变其他的颜色 我们可以改成一个绿色 好 改成一个绿色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四色间变了 蓝色 蓝紫色 绿色 青色 啊 是这样的一个间变 啊 那么上方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去单击添加这个不透明度的这个色标滑块的 啊 然后我们可以去改变它的不透明度 啊 以及位置这里 好 如果说我们不想要这个滑块了怎么办呢 就拖着它啊 就到其他的地方撒手 它就没有了 然后包括下方的这个也是 我们把这个蓝色拖着放到下方这里 它是不是就看不见了 对不对 啊 那么这个就是滑块的一个删除 好 现在呢 就是蓝 绿 青 这三个颜色的一个间变 我们下面呢 可以给它把它存储在我们的这个 呃 渐变预设里边啊 存储在这个预设里边 好 我们可以去新键 好 那么新键的话呢 它是不是就在这个预设里边出现了 你下次再使用的时候呢 就不用再去调这个颜色 也不用调它的位置等等 我们直接是单击这里 你看我们现在这样 单击这里它是不是就出来了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啊 这个是我们的间变编辑器这里 OK 那么设置好颜色之后呢 我们直接确定 确定啊 嗯 有点慢 稍等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下面这里 它有几种间变形式 第一种呢 是线性间变 线性间变呢 它就是以一条直线啊 为这个呃 移动的一个方向 或者渐变的一个方向 一种形式来给它发生渐变 比如说我们从上到下去拉一条渐变 你会发现它就是以一条直线的形式啊 蓝的 绿的 青的 对吧 这样发生渐变的 好 砍车加Z 取消 砍车加Z 撤销一下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镜像渐变 镜像渐变它是以这种圆形啊 环形向外一圈圈的渐变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从中间 哎 向四周去拉一个渐变 你们看一下效果啊 是不是这样以这个一圈一圈一圈 这样来渐变的 蓝色 绿色 青色啊 是这样来渐变的 好 砍车加Z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角度渐变 角度渐变的话呢 它 哎 你这样画一下啊 它就是乘角度的去给它渐变的 乘角度渐变 好 砍车加Z啊 我们可以把它的颜色设为黑白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呢 多加几个色块 好 我们在这里加一个黑的 然后在这里加一个黑的 好 在这里再加一个白的 好 我们可以多加几个啊 就这种黑白 呃 最后一个呢 咱们也是让它用黑色 好 多了一个就删掉它 OK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黑白黑白黑白的这样的一个渐变啊 好 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给它绘制一下 咱们给它绘制一个圆形的 好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新的图层 在这里呢用渐变工具啊 用这种角度渐变 好 从这里给它绘制一个 好 大家来看 好 砍车加地区要选区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绘制出来一个那种 呃 金属的那种小圆盘的一个效果 啊 这个的话就是角度渐变 角度渐变啊 好 砍车加Z 砍车加Z 我们给它都撤销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镜像渐变 呃 下面这个是对称渐变啊 对称渐变的话呢 咱们用它这个来说一下 这三个颜色来说一下啊 我们来看 从中间这里去拉 对称啊 它其实选择对称 它其实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你看 呃 本来是橘色黄色橘色啊 那么它呢会对称一下 哎 橘色黄色橘色 对吧 本来是三个颜色啊 它现在是不是一个对称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就是对称渐变 最后呢 菱形渐变很好理解 它就是以这个菱形的一个方式 向外去渐变的啊 菱形的方式 好 砍车加Z 我们比较常用的啊 就是线性 镜像 还有角度 啊 角度的话 就是大家再去绘制 像刚刚那种金属光泽的那种圆盘的时候啊 可以用角度 或者是去做一些写式图标的时候 用这个角度 最常用的应该是线性和镜像了 是这两个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咱们界面工具的一个使用啊 大家呢可以去给它设置一些背景 比如说我们用黑白 然后单击一下 嗯 咱们给它去加一个 把这里改成一个深灰色 好 这个时候确定 然后我们用线性偏偏 啊 我们最好让它的亮度在上面啊 看出加Z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后边有一个反向 啊 有一个反向 那么它就是就白到黑了 对吧 你再从右上角往这边去拉 啊 那么这里是不是就一个 线性界面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呃 照片的一个背景啊 比如说写真照片的一个背景等等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界面工具的一个使用 呃 今天的课程呢就上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同学们 拜拜 好 好